生活有道健康有料 欢迎收看 现在夏天 很多人喜欢喝寒糖饮料 问题是寒糖饮料 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甜蜜的负担 最近不是有个新闻说 有一名男子 他每天都喝豆浆 然后把豆浆当水喝 结果自己胸部长到了e cup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那这个豆浆里面其实也含有很多的糖 我们今天也要来看看这个寒糖饮料 有的人以为说提神饮料 或是所谓的可以养生的饮料 它是OK的 但问题里面到底加了多少的糖呢 今天要一一来为您简答 现在认识养生建立团 Pole 美食专家 专长 吃片巷弄美食 对食物新鲜度有独特观点 姜黄荣 环境毒物专家 生化博士 专长 破解黑心食物 避免毒害身体 陈寒语 营养师 专长 饮食营养调理 养生健康吃 好 首先欢迎三位养生达人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喝豆浆 竟然胸部可以up到d罩杯 好 我们看看 比老婆还大 这豆浆当水喝 这名男子 他胸部长成了d cup 我们看看就是这一名男子 中年男子 结果你看他的胸部 真的是比他的老婆还要来得大 他说他天天都喝豆浆 结果喝成这个样子 好 我先请教一下姜博士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不管男生女生想要胸部大 千万不要学 第一个这是一个特例 不是一个同案 因为很多人想说 那这样的话 干脆大家也不用去做什么手术了 直接喝豆浆 每天喝就好了 而且这是量的问题 不要烧豆浆了 你每天喝水 喝过量还是水中毒 所以每天喝豆浆 第一个 牵涉它遗传基因 跟它的饮食习惯 每一个人生物都有个体差异 所以我一直强调 这个根本不是同案 因为豆浆里面有磁脊室 当然刚好似乎它吸收代赛 刚好就胸部一直长大 可是不是似乎所有人 那意思是说 如果是她的女儿的话 她将来喝多一点的豆浆 吃了先天鸡以后 后天你的生活期限 也会影响 而且你豆浆当水喝 你看豆浆里面 还有高量的普林 那喝多了又痛风 肾脏这些都有可能会来 所以我还是强调 任何东西不能吃 而且这个根本特例不是同案 所以这是一个特例不是同案 你不要以为说现在想要发育 然后可以拼命的把这个豆浆当水喝 而且Paul这边好像还听说 有一个十几岁的男生 他也是这个样子 结果后来还得乳癌 没错没错 任何事情都过于不及 甚至我今天早上去那个超商看的时候 无糖豆浆全部买光了 因为女生看到这则新闻后 觉得一直喝就会有效 但这个是个案 甚至屏东有一个大学生 十九岁而已有一个男生 因为也是每天喝豆浆豆浆当水喝 就居然发现是史上最年轻 罹患乳癌的一个男性患者 他就觉得说左胸部有点胀胀硬硬的 想说应该没事去检查 检查完以后硬快的时候 医生还跟他讲连医生都觉得说 十九岁可能真的太年纪 说你慢慢的观察追踪就好 没想到那个男大生 还不放弃自己去做切片 就切片以来真的十九岁就罹患乳癌 所以这个副作用要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所以还是天天把这个豆浆当水喝 所以真的要特别小心 但是雌激素对我们的身体来说 真的那么糟糕吗 不是大家都鼓励女孩子多喝豆浆吗 雌激素这个也是真的是量的问题 因为他当水喝表示 他每天会喝超过两千cc的这个豆浆 对 两千cc的量其实是非常高的 那就算这个这个还没有得乳 或者是没有这个胸部二棚 他实际上也会造成三酸甘油脂过高的问题 因为如果他喝的是含糖豆浆的话 这个问题就更大了 所以说其实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如果希望这个胸部有一些变化的话 实际上豆浆是一个可以选择的 但是你的量是要特别注意的 建议每天不要超过六百cc的量 所以如果说要喝豆浆的话 建议每天不要超过六百cc的量 尽量不要选择含糖的 好那你刚刚讲的含糖的 如果含糖豆浆的话五百cc的话里面大概有多少的这个方糖 基本上一般我们是市面像这种含糖的这个饮料或者是饮品 基本上如果含糖全糖的话就是百分之十的量 也就是五百cc的话就会有这个五十克的糖 所以就有十颗糖了 有这样这样的糖分在这边 如果这个是有糖的话 对那就有十颗糖 那你如果说像刚刚那个男子 他如果每天喝两千cc好了 所以他这样盛起来的话就不得了 对会非常恐怖 我之前就有遇到一个个案 他是因为也是把这个豆浆当水喝 然后每天都是含糖豆浆 因为他家对面就开了一家这个很便宜的豆浆店 然后一大包一大包很便宜 就是自己现磨的 然后他就去买 然后结果发现了这个 结果他就一直喝 喝了大概半年一年左右 发现他这个三酸甘油脂爆表 八百多 那其实就是因为他喝的都是含糖豆浆的关系 好所以豆浆虽然是很好的营养品 但问题是你不能过量 一天不要超过六百cc 如果是含糖的话呢就更糟糕 会造成肥胖的问题 好讲到含糖呢 我们也来看看 到底这个糖对我们人体的伤害有多大 好适量糖是可以补元气的 但你如果吃太多是会损害健康的 好优点是什么呢 你运动之前补充一点点的糖 可以提高运动的成绩 运动之后及时的补糖也可以消除疲劳 那么血糖低的时候吃糖是可以快速恢复大脑功能的 但缺点很多除了肥胖之外 另外是不利于血液循环 减弱免疫系统的功能 引发心肌缺血还有心脚痛 另外还增加糖尿病的发病率 可是江博士有很多的女孩子 特别喜欢吃甜点 喜欢吃甜的东西 有这么大的缺点 这个部分帮我们解释一下 而且在东南亚地区 好像很多的国家 特别喜欢吃糖 對不對 其实糖对人体是必须的 糖是促进人体新生态 是一个不可后缺的元素 而且它是个能量的来源 我们不能够污源化糖 所以早期人类发现 这种糖是因为动物在吃糖 你觉得你 你觉得 你觉得他吃的 津津有味 就去跟他抢糖吃 然后就从甘蔗开始萃起砂糖 目前因为东南亚国家的人 因为是重口味嘛 不是特辣 就是特甜 就是特咸 那非常重口味 糖就变得很多得不得了 这个长期吃高糖量度的东西 让你的血糖的 糖的溶度 在一个高水准的话 那长期以来的话 就会破坏你的一些 你的一些细胞 内皮细胞会破坏掉 维水管破坏掉 而且会产生一些硬化 在血管里面 然后你有点阻塞的话 会影响到脑部跟心脏血液的供应嘛 你的心肌就会缺血 那就是引起其他的疾病 对 而且这些斑块是有剥落的话 有时候还会心肌更坏 我要补充一下 就是其实你在糖的分子结合看起来 其实它是非常多的刺 然后我们女生最怕的是什么 自由基缺失 对不对 你那个糖是刺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会破坏你的 这些胶原蛋白跟这个分子 会让你加速老化 所以女生其实真的不要糖吃太多 下午茶结果结果一起吃 可是就像亚老师刚才讲的 你要控制到一定的标准以下 你不能够过量 过量的话缺点就来了 这个糖是必要的 糖是必要的 之前是下午茶的时候点个蛋糕 然后糖 那个饮料就选择无糖的饮料 或是大家一个人吃一个蛋糕好了 好可憐 一个人吃三分之一 一起share一下那个热量 那不可能的 女生看到那个蛋糕就 怎么可能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整个抗拒不了就对了 好不过韩宇这边也有一个手版 要告诉大家 每天每个人大概吃多少糖 是最ok的 这个其实有这个限制量 就是我们是以热量来计 这个糖的这个量 女性的话建议每天 就是以1500大卡计的话 是建议19克到38克的量 也就是方糖 就是方糖一颗是5克嘛 所以建议大概是4到8颗左右 你如果这样的话 那刚刚我们讲到那个韩糖的豆浆 就已经快要爆表 一杯就爆了 超过 所以我还是要强调 它恐怖的是糖不是豆浆 豆浆是非常好的 对 好然后另外男性的话呢 每天建议是23到45克 那以1800大卡来借的话 方糖量大概5到9克 其实这换算起来 后面等一下我们会讲 就是换算起来 其实市售的很多饮品 都远远超过这个量了 那你刚刚给我们这个量的话 水果包不包括在内 因为大家吃水果的时候 这水果里面含糖 它也包括在内 这个其实是添加糖 是添加糖 额外的 非天然的 所以好加在啦 就是还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每天添加的糖 它的一个这个限制 我们接着也来看看 我们常见的添加糖 它的甜度到底怎么样 而且呢 方街有很多的说法 现在赶快来告诉大家 最甜的是什么 就是果糖173 吓死人 再来高果糖糖浆131 浙糖100 然后黑糖很多人说 黑糖怎么吃都不会胖 结果呢 将近100 蜂蜜也有很多是 怎么喝都不会胖 结果97 还有蜂糖64 好在果糖的部分 我先请教一下江博士 果糖跟水果听起来有关 很多人听到果糖就觉得说 应该是水果萃取出来的吧 应该对我们身体很好 水果里面的糖有果糖 对不对 很多所谓才叫做果糖 但是近代的生物工业 它不是从水果萃取 像这个果糖 在1970年代 我们在研究生物科技 刚开始的时候 那果糖是一个 非常热门的研究课题 因为果糖的发明 让研究生物科技的人 信心百倍 就整个科技的进步 然后当时在台湾生产 我们还指导过 它是从玉米淀粉 台湾是从马宁史的淀粉萃取的 美国是从玉米淀粉 所以它根本不是从水果萃取的 因为淀粉可以分水 你会得到葡萄糖果糖 然后你把果糖 葡萄糖果糖分离出来 果糖浓缩就变成这样子 那在1970年代的时候 曾经在台湾的生化营养界 引起两派的辩论 因为它广告说果糖是好糖 对 然后说糖量变成患者绝对可以吃 有些当时有些营养学家就不以为然 就开始辩论 结果当时事迹不够多 让这个广告一直流行五六年 台湾人的印象里面 果糖就是好糖 到后来事迹累积多了 根本对人体不好来不及了 而且它有一个方便的地方 它是有液体的 我们以前老阿嬷时代 要还要砂糖加热 还要搅搅搅半天 要加仙草冰 还要搅搅搅半天 你看这个多方便 很方便啊 这个方便啊 溶解度好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搅搅半天 它只是名字好听而已 它名字叫果糖 可是它跟水果无关 它不是从水果生产的 要弄清楚 好 那韩宇你怎么看 就是这几类的这个糖 这个加起来的话 好 我们看到这个果糖的话 这甜度是超高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就是果糖的话 就像刚刚江博士讲的 这如果说是从那个 马铃薯啊 或是从这个玉米 对 玉米萃取出来的话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少吃 那其他的是不是就比较OK 其他也是糖啊 其实这些全部列在这边 其实都是添加糖 就是都符合这个板子 讲到了添加糖上限制 都含在这个里面 那果糖因为它是比较 甜度比较高的关系 所以 而且它是液体状 会比较好使用 然后再加上呢 它这个比较好溶解 所以像现代的工业 其实大部分使用都是果糖 那其实最多 最常用的是这个高果糖糖浆 这个 对 就是它这个HFCS55 是有55%的果糖的意思 那这个最常使用在 现在的这些饮料 制品等等 就是手摇饮料 或是外面卖含糖饮料 大部分是用高果糖的糖 而且它甜度高 所以它跟蔗糖比较起来的 用的量又可以比较少一点 你就可以感觉到那个甜度 那江博士 可是现在有很多手摇的 那个饮料店 他们都标榜说 我们用的是蔗糖 我们不用果糖了 那蔗糖是不是就OK了 你没有去检验啊 早期我们在买豆浆的时候 看到老板都是用白砂糖加进去 对 搅一搅 搅半天 现在几乎桌糖都让它一直减少 其实用桌糖 如果有适量的话 应该是好的 尤其是我觉得这个 像这样的黑糖的话 黑糖 是相当好 你看嘛 沃金沙的黑糖就相当容易 而且这个黑糖 因为它含有一些杂质 那个杂质对生物体是好的 可是用纯的黑糖 现在市面上有的时候 好像也不多 好像我们吃糙米 好像用加色素的 对 加色素要给人 好像我们吃糙米 它为什么不要营养 它含有一些没有芬妮酸的杂质 所以你培养微生物用黑糖 或者是糖蜜的话 原皮白糖好很多 它里面有促进生物生产的那种生产因子 好 所以就说与其你要用果糖的话 你不如用蔗糖 那你如果要用蔗糖的话 你不如用黑糖的意思 那这是价位的问题 我这边强调一下 因为现在其实那个高果糖糖浆跟蔗糖 它们的果糖比例是差不多的 蔗糖有50%是果糖做的 50%的果糖 50%的葡萄糖 那像这个高果糖糖浆 55%的果糖 42%的葡萄糖 所以其实它们的比例是很相近 在我看起来它们是半斤八两的东西 其实差不多 所以全部都会胖就这样 但是问题不在这菜 问题是高果糖糖浆跟果糖 它的原料算是基因改造的 马铃薯跟义米做的 所以它的原料是更不好啦 对 蔗糖的原料是干测 好啦 那但是问题就是 夏天大家还是想要买杯饮料嘛 那所以有人就说 好嘛 那我喝微糖总可以了吧 是 其实你觉得微糖就没有危险嘛 其实微糖的危险其实也是蛮多的 真的吗 后来我根据调查 发现它们不是有这种 所谓全糖 半糖跟微糖嘛 其实半糖大家觉得说 如果十颗 半糖应该就五颗而已嘛 错了 其实在这个 所谓任何的手搖店里面 饮料里面 其实你的半糖只减低了 大概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量 所以十颗里面你的半糖 你觉得说应该五颗错了 其实还剩下七颗 那微糖的话其实只有一半 所以十颗里面剩下五颗 我举一个我个人的例子 那时候手搖有一家 蛮有名的那个饮料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喝了 结果我喝完那个高果糖 这个就是那个蜂蜜的那个饮料以后 我隔天痛风就发作 然后痛风发作 我想说怎么可能喝痛风会发作 后来发现问医生的结果是说 那里面的糖分太高 让你的那个所谓的身体负荷不了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说 我们如果在这个手搖店里面 一般说如果要比较清爽一点的话 喝绿茶的话 其实莓果绿 而且是微糖 里面的方糖居然还有十颗 怎么可能 因为里面很酸 你要综合那个酸性的话 就要用很多的糖来压 这种其实是一个比例的问题 所以我们本来想说 好啦我们喝健康一点 喝酸一点的东西 结果没想到对方是用糖来压 你用越酸的东西 你就要用更高的这个糖分来压它 你看十颗 然后柠檬绿的话也要绿一颗 我最爱的百香绿 居然是十一颗第一颗 百香绿是不是因为它有加那个果酱 其实百香果他们用的都是用果浆果酱 那里面其实已经有糖分 但注意喔 而且注意这真的是微糖而已 微糖而已 大家看到这微糖 那我们不喝茶 那我们喝最健康的果汁吧 果汁应该健康了吧 荆棘柠檬里面也有五颗 对 然后如果说最酸最酸的柠檬汁 喝了嘴巴会变起来 会缩起来 居然里面也放了五颗方糖 所以这是微糖 对不对 我这边有个数据 你如果喝的是全糖的绿茶500cc的话 里面有八颗糖 那你如果喝的是全糖的柠檬绿茶的话 里面总共有几颗糖 你知道吗 24颗 没错 24颗糖 要吓死人了 我们刚刚一个人 大概每天也只能吃四到八颗 那男生稍微多一点 对不对 所以一次喝了24颗 你如果天天喝的话 那真的是不得了 好 那所以在这边 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 三杯的柠檬汁 刚刚Paul特别讲到说 柠檬汁有的人加了五颗的方糖 好 在这边我们请来宾喝喝看 这里面 我们喝喝看这里面 到底加了几颗方糖 很好 这太酸了 应该里面没有糖 有糖 没有… 那么酸的不可能有糖 不对啊 可是我们制作单位 跟我们说有加糖 有吗 我觉得有加糖 真的喝太酥了 没有加糖以后更酸 我觉得加很多 但是它也很棒 不错 那你觉得很酸 我觉得很酸 所以应该没有加糖 好 答案在这里 答案是多少 我们制作单位跟我们说 他刚刚加了柠檬汁 就居然还吃不出来 你看我们报回多重了 所以就是我们真的是 就是大家喝起来觉得很酸的东西 但是里面已经加了五颗 所以店家要怎么样让你 把这个酸味降到最低 可能要加个十颗吧 对 我觉得已经酸到快要讲不出话 对 嘴巴都已经缩起来了 对 就用五颗方糖的才得了 所以越大杯的会加越多 对 而且是小杯的 所以刚刚听到柠檬绿 柠檬绿如果全糖的话 24颗方糖 你觉得呢 你敢喝吗 因为越酸的东西 的确就像Paul讲的 要用越甜的东西去压它 所以刚刚其实这喝起来是很酸 没错 但是你仔细一喝 其实也可以感觉到它非常的甜 对 所以你仔细到后来 你会觉得比较甜 对 非常甜 但是如果说以一般的民众来讲的话 我觉得至少这五颗不够 可能还要再加三颗到五颗左右 加一倍 对 所以大家都知道 这个手摇饮料店里面 有加了多少的糖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有关于这个含糖饮料 到底它背后还有什么样的内幕呢 我们待会再解 打开罐子立刻就能喝 保健饮品食用方便 成为许多人的营养不济 但似乎没有人会去注意 里头的含糖量到底有多少 不知道 那含糖糖量必能喝吗 平常都买给家人 我都会特别注意说 最好是买就不要含糖 大家摄取糖比较低的 那如果现在知道它有含糖 我想我有可能不会买 仔细瞧瞧平常喝的保健饮品 你到底喝了多少糖 实际买了市售的鸡精 似乎和人生饮来看 只能看到上头有标示 碳水化合物含量 但实际上到底有多少糖 无从得知 一时建议保健食品 应清楚标示含糖量 防止糖尿病高血压等病患 摄取过多糖分 一般的民众 他是不会去算这个东西的 你要告诉他我这个热量是多少 像我们中药的一些人生饮品 他本身自己人生就有 皂肝不用再加 凌脂本身也是一样 为了增加口感 许多保健食品都会在成分中 添加冰糖或是果糖 根据市售包装食品营养规范 每100毫升的含糖量 0.5公克以下为无糖 2.5公克以下则是低糖 但多数的保健饮品 早已超出低糖标准 想要调养身体的消费者 可得看清楚 自己喝的到底是糖还是健康 三连新闻 崔弥华台北报导 好 您喝下去的 到底是糖还是健康呢 我们再来看看 其实有很多的健康食品 里面也潜藏高糖的危机 你不要以为说 你不喝手摇饮料就OK了 其实我们看看 有很多的东西里面都是含糖的 好 第一个能量饮料 真的可以补元气吗 好 我先请教一下我们江博士 你怎么看这个能量饮料 那个能量饮料 已经是一种始于加工食品 那根本已经失去了 它原来的功能 而且什么叫做能量饮料 这个是很模糊 它到底是补充你的能量 还是它提供你的能量的来源 所以能量饮料我是不喝的 更何况 里面其实什么成分都有 不但只有糖而已 还有其他的添加物 因为它是一加工食品 它让它不会坏 你仔细看标识的话 它什么成分都有 好 我们来看看下一张 那个能量饮料的部分 能量饮料它喝的喝下去 到底是能量还是糖分还是咖啡因呢 好 这个是康建杂志的这个资料来源 我们来看看譬如说市售的蛮牛 里面含糖有4.5颗 咖啡因是20 康贝特的话2.45颗 稍微比较没有那么甜 葡萄王200匹5.5颗 是最高的 高达了32 来 我们营养师怎么看 实际上来说 其实这些饮料很多 如果真的有在喝 它有时候不止一天一罐 有时候一天两到三罐 所以这个糖量一定就是爆表了 然后第二个实际上 我刚刚有看了一下 不知道可能配方有改吧 实际上我看到这边 大多数的这个含糖量 是比这个面前放的糖还多的 对对对 所以不只是我们刚刚的这个 杂志上提供的这个数据而已 对 实际换算一下 看起来其实有的 比这个前面版的还要多 为什么要弄那么甜啊 因为它里面都是 刚刚营养师有讲到 就是人工添加的东西 所以它的味道 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 那用来调整的味 调整味道的话 最好调整就是糖 因为你就感觉到甜 就可以把其他一些不好的味道 给它压下去 对对对 因为它里面其实添加了 比如说这个牛黄酸啊 或者是柠檬酸那 柠檬酸那其实就是酸味的来源 所以你喝起来也是酸酸甜甜 只要是酸酸甜甜的东西 然后又有糖的话 它其实添加的 就会比一般的饮料来得多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B群啊 然后一些维生素C等等的 这些就是可以让你提神 那其实糖也是可以让你提神 洗脑的东西 但这个都是短暂的 是比较短暂的 好 其实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可能就是说需要熬夜 或早上啊 起来的时候觉得 前一天晚上睡不好 所以可能会来个提神饮料 然后呢 你可能一天不只喝一瓶 或是说你天天喝也有可能 结果呢 把这过多的糖都喝到肚子里面了 对不对 好 但是这个提神饮料的话 除了这个糖分 其实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接着也要请教一下Paul 因为像我有个朋友跟我讲说 他们在这个夜店里面 或是说有时候要去应酬 他们喝的是什么 是VACA加这个REBO 然后一杯接一杯的喝 没错 然后喝完回去以后 其实已经很累了 结果睡了一个小时之后 马上又会自然自己醒来 对 因为喝的时候 当然就怕我们自己说会酒醉了 或者说什么状况不好 酒量不好 但如果你加了这个红牛以后呢 第一个它里面有糖分跟咖啡 会让你非常的兴奋 感觉上假像是说你的酒量好 但事实上你的这个所谓的容忍值 还是在这边 所以你在到那个顶以前呢 你都会觉得喝得很开 那状况来了 你会喝超量 会喝超标的这个酒精 所以当那个极限值一超过的时候 你马上通常这种加在一起的状况 是你倒的时候马上就倒 而且那个时候我在美国 我也有一个实际的例子是 我有喝过本身就是 一天喝超过两罐 因为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 要赶那个期末考 结果我发觉喝完两罐以后呢 手开始会抖 会发抖 会一直抖 然后没有办法打字 然后打字都打得乱码出来 因为就太抖 后来我就吓到我 所以我再也不敢喝这种所谓的能量 那因为里面呢 这个咖啡因可能有这种超标的问题 还有糖分 两个加起来挂Turbo 挂到太Turbo以后 自己的手都没有办法控制 然后让我自己吓到 所以以后再也不敢喝这些所谓的能量饮料 这能量饮料喝太多 搞到自己真的是超过Turbo 所以我也请教一下我们的那个营养师 那有些人他是能量饮料加上酒来调 然后这样子两个一起喝的话 那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这就是等于高油跟高糖 其实酒精就等于有点像油脂 就是空热量 然后再加上他是在外部吸收 然后代谢的 所以长期下来就有可能造成肝脏的负担 一个是酒精性的这个脂肪肝 一个是这个一般就是糖造成的脂肪肝 我觉得这现在人很多脂肪肝的问题 其实要检视一下 是不是你平常酒喝太多了 或者是你这个糖吃太多了 所以有些人是知道说酒喝太多的话 会造成脂肪肝 有些人是搞不清楚说糖喝太多 进到肚子里也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好 江博士怎么看 对 像这个能量饮料 到现在才知道像Paul讲的 根本它的能量的来源就是咖啡 跟糖 那只要是咖啡 那所以我一直在想说 到底它能量的来源是什么 它只不过是一些营养的成分 对 然后加咖啡 就号称是能量饮料 所以这个名称也有问题 这一些反而含糖量高 咖啡也高 所以就是我是从来不喝的 好 那如果说我们真的非得提神 不可怎么办呢 那明明前一天就是没睡好 早上起来还要主持节目 还要写东西 那怎么办才好呢 这有几个就是健康提神的营养品 食物 第一个就是综合维他命 那综合维他命的话 为什么是综合维他命 而不是B群 对 很多人都说B群比较可以提神 B群 可是其实这些B群 也是需要其他矿物质一起代谢 代谢的 所以不是只要B群而已 其他矿物质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选择建议是综合维他命 然后建议是早上起来 对 饭后吃 维持一整天的这个能量 它可以空腹吃吗 空腹吃效果就比较差 因为这些营养素 维他命跟这个矿物质 都是要食物一起代谢 然后利用 那如果只是空吃这个维他命的话 效果就会比较差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早餐来不及吃 先推一颗维他命 效果会很差 效果就比较差 再来一杯咖啡 再来一杯咖啡 因为咖啡就是刚刚讲到有这个咖啡因 咖啡因的确是可以让你这个 比较兴奋 比较注意力比较集中等等 但是注意不要过量 每天的话两杯咖啡就好 最多两杯咖啡 早上一杯 然后大概中午想睡的时候再来一杯 再一杯好 千万不要过量 那第三个就是坚果类 或全果类 因为这里面 全果类里面就是有这个B群 那坚果类就是有维生素E 这个都可以帮助我们 加强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力的 所以你的食物选择也很重要 如果你每天都吃不到坚果类 也吃不到全果类的话 那的确你就精神 本人就会不集中 好 黑巧克力 黑巧克力也可以 不错啊 开心了 选择70%以上的 70%以上的 苦一点的 那另外就是鱼类 因为有Omega 3 Omega 3可以 现在有研究出来 就是鱼里面的这个Omega 3 它可以增强我们的记忆力 抗衰老 抗失质等等的 好 所以在这边呢 营养师也提供给大家 这个健康又可以提升的营养品 好 另外我们稍后回来呢 很多的食物标榜说它是低脂 但低脂就不会发胖吗 会不会它加的糖特别多呢 稍后回来